老房子漏水维修 电断响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卓公小米 一个同行师傅给介绍了这么一个活 他在拆脚筏的时候 由于断丝了 取断丝的时候呢 把断丝取出器也卡在里边了 看一下之前断掉的这一部分 是一个脚筏 然后加了一个直截 然后是 是一个曲脚断在里边了 这个业主家呢 不光是一个断丝的问题 看他的磁段呢 就能看出来 这个漏水已经很久了 这一片的磁砖呢 整体已经变色了 现在断丝取出器已经取不出来了 因为里面的内饰呢 已经开始旋转了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啊 断丝取出器绝对不是一个万能的 另一边也是曲脚加一个直尖 然后再加一个脚筏 现在按业主的意思 要把在墙里边的两个内饰弯头 全部都换成新的 这是我从其他工地啊 带过来的一片磁砖 现在我们根据这片磁砖的总宽度啊 来进行一个裁切 墙上的这个磁砖呢 是十几年前的了 接近二十年了 这个磁砖要配的话 是配不上的 换一个内饰的话 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 最主要的是 冷水管这边一直在渗水 他们怀疑是在万头的地方渗水 磁砖切好了 直接上锤子砸 要好这磁砖还挺坚强呀 没有金刚钻不懒磁器一活 还得上我的电锤 在车上找铲子没找到 用这个普通的钻头 十号的 打这个也是可以 小面积 如果大面积的话是不可以的 老房子为了一劳永逸 把这个冷热水管呢 全部都换掉 磁砖的总切割宽度呢 是在七公分 长度呢 大概是二十公分左右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足够的维修空间 不过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合适的砖的话 可以把一块整砖全部都换掉 这样的话 操作起来会更加方便 类似这样接管换砖的活呢 一般需要两个工种的师傅配合 水电师傅和瓦工师傅 这个空间有点窄 这种大墙子是解不到的 不过这对于我来说 也不是个大问题 看到了吗 我有个铲子 把这个铲子给它磨得快一点 直接把它铲断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可以分享在评论区 这个活我一个人干 是因为客户是老房子 对这个要求也不是太高 如果是新房子换砖的话 还必须得请个瓦工师傅 要不然砖是贴不好的 看一下这个内弯 这个内弯确实有点问题 这可能是热溶完以后 这么多年 遗留下来的 这个位置可能在漏水 因为很明显有一个粪 捡下来发现这个管 它不是从PPR材质的 它里面是夹了一层铝皮的 这个管应该也叫铝树管 这种管市场上好像目前已经没有了 由于热溶空间比较窄 我们这个模头呢 要改变一下位置 做一个调整 一前一后 这样我们干起活来比较方便 准备就绪 给我的热溶器上电 热溶器的操作 看是非常简单 一溶一接 这个会儿就完了 其实详细的了解一下 它还是有很多门到的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那么多热溶接口漏水的事故了 说实话 我溶的少技术一般 这个就不要和我学了 溶好以后 为了安全起见 先把脚伐装上去 水管呢 连接通 开水测试一下 没有漏水呢 我们再做回田 这种老房子 如果打压测试的话 也有风险 也许这里没问题了 但是打压的话 也许你把其他的地方就给打漏了 自然保压五分钟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下一部分的工作 这个磁砖条 我们只要量好它的长度就可以了 因为宽度呢 我们是按磁砖条来切的 这一条可是全磁砖 这个射差还是非常的明显 简单的打磨了一下 现在这个位置感觉可以了 两边的长度不同 所以要定制裁切 左边的偏长一点 右边偏短一点 开孔的话呢 就用玻璃钻头 这是一个3.5的开孔器 量一下它的水管中心位置 我们画出来 然后用开孔器直接开孔 刚才也考虑用4公分的开孔器 4公分的开孔器 由于这个水管是凹进去的 4公分开出来感觉不太好 所以直接就开一个3.5的 刚才我说到这个砖是全磁砖 所以开孔的话一定要加水 这样呢 才能保护好我们的钻头 保证这一个钻头开几十个孔 那都不是问题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回田用的是沙子和水不漏 然后比例呢是虾配的 这样为了是干的能快一点 采用的方法呢 是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再加面 过好了以后呢 快速的把它塞到这个坑里 如果你慢了的话 可能你没有塞完 它就已经固化 最后粘瓷砖呢 就没有配比这个沙子了 直接是水不漏和水活起来 这一步操作的话 如果水不漏干的太快的话 可以把它换成水泥 用水泥直接上 不过这种小面积的柴纤呢 即使空谷也问题不大 毕竟干这种活 咱们都不是专业的 这属于赶鸭子上架 不过有幸呢 也干过几次 程序是搞不错 干的还是有模有样的 瓷砖和水管的接口呢 用水部漏填一下 这样防止它以后漏水 然后把这个卫生呢 搞得干干净净 这样显得我们这个技术 就比较专业了 它之前的这个角阀 估计是用不上了 必须得换成这个丝口 比较长一点的 因为它这个 淋到底了以后啊 你看这个丝口 和这个墙上的装饰盖 感觉已经顶得很紧了 那么我们在接管的时候 这个活节的螺母是淋不上去的 所以这个角阀呢 要给它换掉 此时此刻我都佩服我自己啊 大家有没有看出问题呢 之前师傅做好的热熔馆 既然和这个角阀 完全的吻合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我都没想到呀 看我带过来的这些街头 活街 总白的是给管子要改的 这还省事的 直接开水放水吧 给业主又省了一笔钱呀 巧合了 巧合了 这活即使专门测量 估计也量不了这么准 收拾工具洗个手 这样准备要走了 客户说 看一下他家这个花傻能不能改 现在这个手持喷头啊 是没有地方放 没有哪个位置觉得合适 突然间想到网上有卖那种固定 自粘贴的 把这个喷头啊 我感觉直接粘到这个热水器的正上方 这个也是不错的位置 收拾工具准备撤离 观看明师傅更多精彩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拜拜